《经验圣经》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戏剧圣经》365 我是在巡礼会 风灵教会侍奉的 薛永生牧师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读经读到耶利米书5章到6章 5章的开始 神的眼目就在辩查 可以不刑罚犹大人的理由 甚至因为自己的至高圣洁者的眼目标准过高 还请伊利敏向城里百姓发出邀请 你们走遍 看是否有人 神说 若有我救 也就是神愿意用最起码人的眼观 去看犹大人的行为 神都还应许说 若有我救 这若有就是只要有人能够提出具体 行公平求诚实的事实 神说我救 也就是立刻停止怒气 转而行与百姓和解和好的事的这种保证语气 奈何整章第五章 总共有漫长的三十一节 却只是在神与伊利敏的对话和等待中结束了 百姓没有回应的也没有反应的 第七节当神向他的子民犹大百姓说 我怎能赦免你呢 就好像是反指这群百姓说 你看连你们自己都找不到能被赦免的事实 但这看起来 好像是神表明他的决心要拍板 绝不赦免 必要惩罚的决心 但在这之前的五章一节 他却先讲了 若有我就赦免这程的期待 第五章 神将浓烈的爱 连在怒气中都还是浓浓的爱 神压根并不想决心刑罚百姓 却总期待赦免的最微小希望会发生 第六章 持续神受挫的爱 虽受挫人生爱他的子民 整个第六章 神对子民悖逆的这种不可思议 总结我自己的一句话就是 耶路撒冷受围困 朝夕节的整个颓势 已经是不可免的 但却还有余力 能够拒绝神的道 而完全不能招架 北方巴比伦的侵略 有能力拒绝神 却毫无能力阻挡敌人 轻痛愁快 莫此为甚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进入 耶利米书第五章 耶利米书第五章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跑来跑去 在宽阔处寻找 看看有一人行公义 求成是没有 若有 我就赦免这城 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事 索弃的事实在是假的 耶和华 你的眼目不是看顾成实吗 你击打他们 他们却不伤痛 你毁灭他们 他们仍不受惩治 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 不肯回头 我说 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 是愚昧的 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 和他们神的法则 我要去见尊大的人 对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 和他们神的法则 那只 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 正开绳索 因此 林中的狮子 必害死他们 晚上的才狼 必灭绝他们 豹子要在城外 窥死他们 凡出城的 必被撕碎 因为 他们的罪过极多 背道的事 也加增了 我怎能赦免你呢 你的儿女离弃我 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 我使他们饱足 他们就行奸淫 成群地聚集在昌济家里 他们向喂饱的马 到处乱跑 各向他临射的妻 发丝声 我岂不因这些事 讨罪呢 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 施行毁坏 但不可毁坏 静静 只可除掉他的知子 因为不属耶和华 原来 以色列家和尤大家 大行诡诈攻击我 他们不认耶和华 说 这并不是他 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刀剑和饥荒 我们也看不见 先知的话 必成为风 道也不在他们里面 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耶和华万君之神 如此说 因为百姓说这话 我必使我的话 在你口中为火 使他们为柴 这火便将他们烧灭 以色列家 我必使一国的民 从远方来攻击你 是强盛的国 是从古而有的国 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 他们的话你不明白 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都是勇士 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 是你儿女该吃的 必吃尽你的牛羊 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 有必用刀 会坏你所依靠的坚固城 就是到那时 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 百姓若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 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 你就对他们说 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 在你们的地上 侍奉外邦神 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 侍奉外邦人 当传扬在雅各家 报告在犹大 愚昧无知的百姓啊 你们有眼不看 有耳不听 现在当听这话 耶和华说 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 我以永远的定力 用沙为海的界限 水不得越过 因此 你们在我面前 还不占尽吗 活浪虽然翻腾 却不能逾越 虽然喷轰 却不能过去 但这百姓 有背叛物逆的心 他们叛我而去 心内也不说 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 我们的神 他按时赐予 就是秋雨春雨 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 永存不费 你们的罪孽 使这些事专离你们 你们的罪恶 使你们不能得福 因为在我民中 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 他们埋伏窥探 好像捕鸟的人 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 龙内怎样满了 龙内怎样满了雀鸟 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鬼障 所以他们得成为大 而且富足 他们肥胖光润 作恶过甚 不为人申冤 就是不为孤儿申冤 不使他亨通 也不为穷人便屈 我岂不因这些事 讨罪呢 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国中有可惊骇 可憎恶的事 就是先知说假预言 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 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 到了结局 你们怎样行呢 第六章 汴崖民人啊 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 在提格亚吹角 在伯哈基林利好奇 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 从北方张望 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 我必见除 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 到他那里 在他周围支搭帐篷 各在自己所占之地 是羊吃草 你们要准备攻击他 起来吧 我们可以趁五十上去 哀哉 日以见血 顽影脱长了 起来吧 我们夜间上去 毁坏他的宫殿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 如此说 你们要砍伐树木 逐类攻打耶路撒冷 这就是那该伐的城 其中尽是吉亚 经怎样涌出水来 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 在其间 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 病患损伤 也藏在我面前 耶路撒冷啊 你当受教 免得我心与你生疏 免得我使你荒凉 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敌人比鲁尽 以色列剩下的民 如同摘尽葡萄一样 你要想摘葡萄的人 摘了又摘 回首放在筐子里 现在 我可以向谁说话 做见证 使他们听呢 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离 不能听见 看哪 耶和华的话 他们以为羞辱 不以为喜悦 因此 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 难以寒忍 我要亲在街中的 孩童和聚会的 少年人身上 连夫待妻 并年老与日子满足的 都必被擒纳 他们的房屋 田地和妻子 都必转归别人 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一味的贪婪 从先知到祭司 都行事虚化 他们清清乎乎的 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说平安了 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他们行可憎的事 知道惭愧吗 不然 他们毫不惭愧 也不知羞耻 因此 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 我向他们讨醉的时候 他们必至跌倒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 访问古道 那是善道 便行在其间 这样 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他们却说 我们不行在其间 我设立守望的人 照管你们 说要听绞声 他们却说 我们不听 列国啊 因此你们当听 惠众啊 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 弟啊 当听 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 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 因为他们不听 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 至于我的训悔 他们也厌弃了 从十八出的书书 从远方出的昌仿 从远方出的昌仆 奉来给我 又何意呢 你们的烦祭不蒙悦纳 你们的平安祭 我也不喜悦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 父亲和儿子要一同叠在其上 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 并有一大国被激动 从地级来到 他们拿弓和枪 性情残忍 不失怜悯 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喷 西安城啊 他们骑马都摆队伍 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 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 手就发软 痛苦将我们抓住 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 你们不要往田野去 也不要行在路上 因似为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 我们啊 应当妖术麻布 滚在灰中 你要悲伤 如丧独生子 统统哭嚎 因为灭命的 要忽然临到我们 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 为保障 使你知道 试验他们的行动 他们都是极悲逆的 他们都是极悲逆的 往来缠绑人 他们是铜 是铁 都行坏事 风香吹火 千倍烧毁 他们恋而又恋 终是突然 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 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 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我一定会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